增加自身免疫力的方法确实是有很多种的 第一就是要有足够的休息 足够的睡眠 睡眠其实比运动更加重要 如果没有足够的睡眠 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是会下降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适量的运动 那么适量的运动不是纪律的运动 我们会发现有些比如说超负荷的运动会很容易感冒 超负荷运动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平衡饮食 不是说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比如说我们海鲜不吃 那么我们优质蛋白获取的来源就会减少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人体的代谢 合成代谢是不利的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种免疫的求蛋白的构成 其实全部是这种优质蛋白 那么我们优质蛋白的缺乏 我们的免疫力是会下降的 还有一个就是平时生活中是否抽烟 是否喝酒 那么对这免疫力影响也是蛮大的 比如说是我们试烟 每天抽很多的烟会喝大量的酒 酒烟对我们的肺和肝脏造成的影响 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还是要尽量的戒烟烧酒 对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变化 压力的变化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生活压力的加大 那么情绪的变化 对我们的免疫力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现在在临床上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免疫性疾病 称出不穷 那个和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还是要强调心态要平衡 尽量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